一名網紅在臉書發言 說他覺得台南牛肉湯的肉品 不可能比得上國外的牛 這番言論掀起了國內民眾的 牛肉湯保衛戰 這名網紅趕緊發文澄清 說他的意思並不是牛肉湯不好吃 只是針對把兩個不同的肉 拿來做比較 覺得很奇怪 去不大本人現在就在台南 大口喝下牛肉湯 白碗網紅去品嘗台南道地美食 難怪台南牛肉湯會這麼有名 因為真的是蠻好吃的 味道很獨特 他在口感鮮甜味道獨特 不過日前他卻因為牛肉湯爆出爭議 作家陳志東日前在臉書發文 表示台灣將開放國外鮮辱進口 擔心會影響台南牛肉湯店 Chip就在底下留言指出 牛肉湯的肉品不可能比得上國外 怎麼會有人說牛肉湯 不輸日本A5和牛 一席話引爆網友怒轟 但也有人很批他不懂裝懂 因為兩者料理方式根本不一樣 牛肉吃鮮度嘛 和牛我個人我還是覺得 烤的話會不錯啦 台灣牛的牛要吃的是鮮度跟現長 那日本A5和牛它是空運來談的 所以鮮度跟甜度是台灣牛所比不上的 牛肉湯與和牛肉質之爭 以防網友論戰 不過Chip事後也發文澄清 從來沒有說過牛肉湯不好 今年還曾經拍影片大力讚揚 只是看到網友說牛肉湯不輸A5和牛 都覺得很奇怪 怎麼會把一碗一百二十元 牛肉湯拿來跟一口三百元的 A5和牛做比較 河牛它的口感會滑口 因為油脂的關係 那台灣牛在吃起來會嫩口 河牛當然是適合用火烤 它油脂的那個分布會比較順口 那如果台灣牛的話呢 還是適合用清燙的部分 台南牛肉湯和日本河牛 無論做法還是油脂比例都各不同 因為流言意外引起話題 網紅字記也食料未及 近新聞公平找黃英宣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檢查 買資料50 吸 heals 激 爆製 behaviors 餘 顛